中電控股在59月就宣佈暫停天氣站的計劃 其實這個工程本身好像是過百億的 現在就在深圳電氣站 中電曾經是因為它在海南島的氣源 去到2010年代中期的時候可能會減少 所以它要開始尋找一個新的氣源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如果那裏是枯結的 在其他地方建設這個本土 又或者現在很多城市包括廣東省都有 就是建設一個液化電源氣站 當時的想法就是在香港 能否建一個液化電源氣站 那就收走了 政府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是從一個更加宏觀的問題 第一 在現有的管道 既然已經建設了管道 現有的氣源有沒有方法能夠獲得補充呢 這個第一個方案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在那裏武器 這個在事後我們是獲得一個補充的 第二 其實跟深圳和廣東省都有關係 因為國家在同土庫曼斯坦那個天然氣合作裏面 有300億方的氣源是簽訂了的 也都建設在管道 後來也都落到南邊的西氣東樞 然後它會去到廣東省 既然西氣東樞是能夠落到廣東省 而有些地區包括深圳市 是很希望增加的氣源 在這方面來說 如果從香港 廣東省 和整個地區來說 增加天然氣的使用 是大家都有顧慮的 所以我們也是在爭取香港新氣源的時候 跟內地一起 尤其是跟廣東省一起討論這個 大家的意見是相同的 西氣東樞去到深圳的時候 它有一個落腳點 就是在大產灣那裏 大產灣那裏因為 因為那個西氣是去到尾 所以它要應付一個所謂調風的問題 所以它在落腳點的時候 也都會同時興建一個液發天然氣站 以補充它的調風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這麼近的地區 需不需要蓋兩個天然氣站 所以反過來 在和林北傑的時候 林北傑一個很理想安排在 在那個液發天然氣站的結合的時候 它要歡迎香港的公司去參與 去投資 那是一個雙型的貢獻 甚至香港的公司如果它有一些 國外的氣源 它都可以將那個氣源帶進去 整個地區來說很明顯 這個一定是好的 因為廣東省是缺電的 缺電之餘如果你要發展的時候 你一定是趨向於用清潔能源 才能夠解決空氣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是大家都很開心的 如果是中電 它會服務內地簽這個合作協議 的話 政府是會做好這個把關的工作的 那這個把關是包括哪些幫助的 如果在香港裏面的把關工作呢 因為我們其實是 你會戴上兩頂帽 這頂帽如果從傳統能源的工業來講 當然是越穩定 越安全 越便宜 越好 這個是傳統思維 就是能源的工作製造這方面 但是正正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第三位政府裏面 我們將能源和環保 結合在一個部門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夠不看完 在有安全 穩定 和合理價格的器源的同時 我們要清楚知道 就是這種發現的方式 不需要符合環保和市場 所以為什麼呢 在去年一月 我們同兩年簽訂的那個協議裡面 我們是除了減低它的准許利潤 就是為消費者拿取最大的利益之外 我們建立了一套環保的機制 就是一個想法制度 如果它達不到某些要求 它會減低它的利潤 如果它達到好些要求 或者使用多些的再生能源 它可以賺取多一點 這個想法機制在國際上 是少有而且但是大家都希望做 這個其實正正要解決我們臨終的問題 在香港和廣東省來講 我們有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那方面來講 未來電的需求會有很大幅的增加 但是對環境已經是越來越嚴重 在廣東省裡面 電力的需求越來越大 但是如果你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沒有它繼續用一些不清潔生產 我們大家合在一起去想一想 增加清潔能源 給天然氣的份額 或者將來突然新的投放 這方面大家都會 政府把關就是在兩方面都要做 兩方面都要做 既要確保那個格格合理 穩定又要環境影響 還有我們做多了一件事 是以前少做的 就是我們都會去做審核的工作 比如說在那個新增的能源 我們其實做了一步就是 我們幫電力公司走到內地 去幫它打開一些門路 因為理論上 中電可以和內地的三間油公司 談天然氣 但是內地的天然氣供應 不只是純商業決定 它是國家的批核 這部分是個別的公司 它們未必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是要跨出這步 我們要在中央那裏 林業局 特首都有份參與這件事 去打開這個門 因為如果不是 內地的工業可能 它左右可以 它又可以 但是站在廣澳 廣東的地區來說 這裏是有一個區域的發展的意念 所以這個是新的把關工作 我們以前是少做的 但是我們現在都要做 做了不是越早代跑 因為最後兩間公司 怎樣簽訂 是用商業的方式 但是在規劃上面 在整體區域的發展 我們要走多一步 說的 我想,你現在可以做的 一個人 進去